我们要来关心一下目前台风的最新动态 要提醒大家 现在小选台风是已经达到了中台的等级 不过它的路径稍微往北再修了 海景在昨天晚间的11点40分是已经发布了 那路径预估是在今天下午的2点半左右会发布 我们先来从整个浅室的预测图来看看 目前小选台风它的最新位置 好 现阶段来说它在的位置是在RNB的东南东方 将近470公里的地方 那目前来说它是朝西北往这个西北西的方向来做前进 时速每小时是13公里 它的七级风暴风半径 昨天告诉大家是180公里 但今天它再增加了 目前来说整个七级的暴风半径是来到了250公里左右 现在这个方向来看 如果以这个走势来观察的话 礼拜三 礼拜四两天是影响我们最多的两天时间 好 我们从整个警报的区域图来做观察 现在海景发布了 所以目前来说它的警戒范围在哪呢 就在台湾的东南部跟巴士海沙一带 现在海面上都是它的警戒范围区域 那所以这个暴风却一路靠近 目前来说各国跟我们的气象署的路径 大致都修正的差不多了 中心位置预估它会登陆的地方 就会在恒川半岛 台南的南部 台东的南部这一带会登陆台湾 所以接下来包括东部一带 包括东南部一带 甚至是恒川半岛国境之南都是警戒范围 因此在东半部地区会是 这次台风的首当其冲区域 好那它时间点什么时候进来 还有各地影响的风雨呢 我们从整个路径的分析图来做观察 先来看到了它的影响时续点 从明天清晨大概4点钟左右呢 暴风圈就会开始接触到台湾的陆地 一路中心位置会登陆台湾 而且目前它的路径还往北修了一些些 好到了礼拜四的凌晨3点的时候呢 暴风圈会笼罩台湾的范围是最广最多的地方 笼罩的范围来看到了包括整个新竹以南 都是它的笼罩范围当中 所以你这一次如果要放台风架的话 基本上新竹以南的观众朋友几率是非常非常高的 但是新竹以北基本上呢 可能这一次台风架是放不大到 好那以这个时续点来看了 到底风跟雨怎么来做观察全台湾的区域来说呢 这一次东半部跟西半部感受会不太一样哦 东半部因为是首当其冲 所以呢它的雨是最强的 在强壮雨的风雨区域来看到 包括在整个东半部地区 宜兰花东地区甚至到台东 还有包括在国境之南的恒春半岛 这个地方因为首当其冲 所以明天开始整个雨会是最强的地方 但在西半部地区呢感受又不太一样了 因为现在是东北季风的季节 不要忘了东北季风已经下来了 所以这个台风进来 虽然说西半部地区是有中央山脉当屏障的 但是西半部地区东北季风的影响 所以风势的感受会非常的强 包括在北台湾一带 还有在西南一带的沿海这个地方 风感受的这个威力会蛮强大的 所以东半部地区小心雨 但是西半部地区要提防 风势会非常的强 那从雨区预报的细节来看到了 这两天的降雨区域怎么来做观察呢 好今天上半天还感受不到 但是下半天傍晚开始 因为外围环流的云系影响扫进来之后呢 北台湾东北一带会开始先飘雨了 所以呢今天开始 北台湾下半天开始就要特别留意 到了晚上开始呢 东北一带宜来甚至山区 雨势会开始明显增加一些些 整个台风的影响范围区 从明天开始 整个东半部地区 雨势要开始增加了 可以看到包括整个东半部一带呢 明天开始雨就会非常的强劲 尤其在暴风圈靠近陆地之后呢 整个东半部地区明天白天都要特别留意 到了明天晚间呢 暴风圈一路横扫进来之后 包括整个东半部地区 恒春半岛一带 屏东都会是明天 风墙宇宙的警戒范围 尤其是在山区一带 山区一定要盛防豪雨的威胁 好那当然 随着台风现在慢慢靠近当中 今天开始东半部地区的沿海一带 风浪会先逐渐增强 我们从波浪预报图来做观察 现阶段来说呢 在东南部的这个外海一带的风浪 靠近暴风圈的一带呢 目前的海浪已经来到了8米的浪高 那至于台湾沿海一带呢 大概现在是催到4到5米的浪高 但是随着暴风圈陆续靠近之后呢 海边的风浪会越来越强 所以今天海上作业最好都停止 好最后总结一下小犬台风 这两天影响的时间 跟各地要注意的范围 今天开始主要是外围环流的云系会先受到影响 所以北台湾度分呢 从下半天开始傍晚 就要开始出现了间歇性的雨势 到了晚间开始呢 北台湾东台湾雨势会慢慢开始增加 局部地区豪雨会跟上来哦 但是在中南部一带呢 今天中午还是蛮炎热的 好到了明天 礼拜三礼拜四两天 就是台风影响最剧烈的两天时间 包括在东半部首当其冲的地方 花东地区 恒春半岛会有豪雨以上的等级 西安区部分盛防豪大雨 而在西半部地区呢 沿海会有强风的现象 所以这两天的台风 一定要做好防台准备 这是台风时间提供给大家